宝宝 宝宝在外面 宝宝在外面 我有瘦喔 你休息了嗎 江洪杰和不冤愛一早起床就在滾床 但這是大陸實境節目 江洪杰夫妻倆幾乎每一集都在放閃 希望你可以每天親我100下 謝謝 每天都要親100下 江洪杰說到做到 在節目中始終親個不停 日本網友看完之後就說 一直親很不舒服 也有人說感情好是好 但不是秀給別人看 有點跟大家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平常生活的相處方式 就是這個樣子 我就 對我來說 我不會覺得特別散 江洪杰還因為太過熱情 曾經公開向網友道歉 這段節目是在兩年前拍攝 當時兩人的婚姻 其實已經有了許多裂痕 還在一幕前表現得這麼恩愛 如今網友在看這個節目 形容他們倆真是假面夫妻 我喜歡喝珍珠奶茶 她把所有的店的珍珠奶茶都買回來 一上午兩杯下午兩杯 江洪杰會買珍珠奶茶 討福原愛歡心 兩人上節目分享戀愛的過程 其實兩人在11歲就認識 節目中還秀出兩人青色的照片 當時真是兩小無猜 非常甜蜜 如今傳出即將離婚的消息 看起來就很諷刺 日本媒體還報導 兩人一直堅持不離婚 經濟是很大的原因 兩人合體代言出席活動 身價可能高達2.6億台幣 如今鬧到分崩離析 除了大筆違約金之外 形象更是大傷 多遠喜歡娛樂動員在台北報導